下象起不仅要学会巧妙的运子技巧 同时也要掌握好残局杀法的基本功 那么今天这一句 我们不仅是对上一个视频的延续和补充 同时也为大家介绍非常巧妙的新的作杀手法 好 我们这里就迅速走到开局 这里前面我就不做过多的讲解 其用们可以把前面一个视频一起观看一下 走成的顺炮直居对横距的变化 此时洪峰禁局准备平局吃足鸭马 黑一方穿弓而过 洪峰禁局吃掉 那么吃完过后 黑一方在这里选择的禁局抓炮 显然他这一步起稍微有点不好 但是虽说不好 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非常巧妙的运子以及杀法 那么此时洪峰炮拔进二 深巡河炮 这一步起可谓是一招多用 既有平炮打局 还有平炮瞄准他的三路向 最为巧妙的一招是炮八平三 和前方的三路距摇呼相应 一旦攻击到黑一方的七路马的话 势必洪峰中炮能够打掉中阻 抢先的一炮正五子 这也是当头炮的主要一个核心目标 此时黑一方当然是退居拦住炮 当然也有平居过来抓炮以及打马 这个变化我们后续都会为大家讲解到 洪峰巧妙的先 平炮打一局扰乱黑方阵型 黑方马二进一 此时再小扔一个飞刀 这里进兵打局的话 如果说此时黑方这个局离开的话 那显得这步起走的走的有点软 同时一旦兵再往前进兵吃足的话 炮路畅通依然有炮九平三 黑方也仅此直接吃掉 吃完之后了洪峰向其敬酒飞居 那么在评论区的有很多高手朋友就在此留言 那么走到这里就会发现黑方已经岌岌可危了 能够有这个评论的朋友定是向其高手 好那么走到这里飞居的话 黑方迫于无奈选择平居 因为他始终不好离开这条线 一旦离开的话我们依然是顾忌重施 此时他这样走的话是有两个巧妙的作用 既有进炮打马抢先将军这样一个先手 同时还有挤住洪峰的这个炮将来足以进一 就准备威胁洪峰炮 当然洪峰这么走的话也是早就预料到了 就直接上马踩鞠 黑方这个鞠就踩得很可怜 只好鞠二平六占据一条内道线 那么这几个地方他都待不住 此时洪峰再次穷追猛打 出局抓炮 黑方迫于无奈 只好选择炮二平三这里打马 感觉好像既闪炮同时打马 但是洪峰借力打力 依然是逃马的同时 平炮打局 黑方这个局打得很可怜 只好进局抓马 心想我总算抓你一个子 应该是很不错的 但是走到这里 相信如果说朋友的水平在夜五夜六以上的话 定然就会发现 此时黑方已经是一个败局已定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仔细分析 黑方这个九路鞠 从这里走了很多步 同时一子多动 犯了一个象棋大忌讳 势必影响其他子力的出动 同时在这里洪峰通过抢先抓子的手法 逼迫黑方这个局躲在这里 同时洪峰的子力非常的开阔 由此可见双军以及马炮子力非常通透 将来即便是进攻也是非常快 那么此时这里抓马 洪峰就直接马八进六 就试问黑方是否吃马呢 如果说直接品鞠吃掉的话 洪峰上马踩炮 再开局炮肾马 残局马肾炮 这样一换的话 显然的洪峰占优 同时洪峰拔掉黑方的三路炮的话 势必他的七路马呀 受到洪峰鞠的威胁 所以说黑方在这里得不偿失 选择避让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有吃马吧 但是 洪峰这里有一个君子卑剑 前打马后护马 黑方破语无奈呀 退马以及退局守住 我们今天依然延续前面一个视频 先把退马的内容啊 讲解完毕 这里还有一个另类的杀法 这里一旦走完之后呢 洪峰浸泡打掉中阻 显然呢 这里一先手抢到将军 黑方选择誓四四进五 此时在居八进八 卡住 同时这里有居八平六 黑一方居一平二 就抢先过来对居 显然洪峰在这里是要准备攻杀的 断然是不会跟你对的 好 那么走到这里啊 就是和前面稍微有所不同的 因为平局抓炮啊 那么前面我们有讲过 黑一方如果说炮二 品色这个炮一旦走开的话 势必洪峰上马的话 这里丢居以及进攻 但是有机友在这里提啊 我们浸泡打湿的话 我们该怎么走呢 这里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如果说黑一方浸泡打湿啊 洪峰有一个炮三 这样一平的话 那么显然 接下来你无论怎么走啊 洪峰都是一朝致命 好 我们返回来 把前面一个变化给大家解释清楚 当然呢这里还有一个炮四平二 这样走的话 暗藏有进炮下来将军 但是啊我们刚才这一步起啊 还是可以啊 顾忌重施 依然可以这么走的话 因为你这个炮一旦走开的话 我们始终啊 可以借马过桥的话 进军下的就是个绝杀 因为黑方军出不来 同时这个像啊 有像无处飞 显得底线呢比较薄弱 由此可见呢 你即便是再回炮回来的话 依然是白送人头 无济于事 好 当然呢 朋友们呢 还提出一个走法 这样走完之后呢 红方上马的话 黑方能不能浸泡过来将军呢 此时你这里将军的话 红方四六进五了 那么好了 相信走到这远 兄们就会发现 黑方两个居然必丢其 而且你这里首先要解杀吧 此时你想解杀的唯一的走法 就只能了马一退三 那么红方称是吃鞠也是可以的 这里断然呢 是不会平鞠吃你的马 一旦这个鞠丢掉的话 势必现在啊 再次浸泡打向 进鞠下跌的话 就有非常强硬的手段 由此可见呢 一直牵动了全局的胜败 我们返回到当前的局面 那么前面是当黑方 马七退九的时候 红方居八进八卡住的走法 那么这里还有第二个 非常巧妙的运子技巧 这里就直接居八进七 直接来吃黑方这个炮 黑方目前最好的走法 就是炮降平四 这里是来个反进攻 有类似于四两拨千斤 即摆脱中路的牵制 同时这有中炮打红方这个局 红方此时直接先下手 上马就把这个炮踩掉 黑方飞向吃掉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红方再次吃黑方这个马 因为黑方这个马是个弱点 鞠三进二吃马 黑方这里有点窃喜 马九进八 前踩鞠后踩炮 势必在这里想夺一个子 那么走到这里 就是今天非常关键的时候 请问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 首先来思考一下 那么接下来 红方是怎么走呢 首先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红方此时是有弃居的杀法 看你能不能看出来呢 如果说这个杀法能够看出来 相信其有满定是残局功夫 非常了得 好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吧 品质吃炮一将军 这里弃居黑方老将 首先说明他不能降四平五 如果说降四平稳 红方浸泡打向 就是个绝杀 也只能呢 赤四进五 赤五进四吃掉军 那么吃完之后 接下来这一步棋 也是至关的重要 相信呢 如果说七伟们呢 初恋残疾的时候 可能呢 这一步棋还不敢走出来 品质再次弃军 这里弃双军将军 黑方破语无奈 也只能呢 降四进一吃掉 因为红方中路有怕 他始终来不了 那么走到这里前面 去两个局的话 这一个阵型呢 相信的群们就会发现 红方再次炮三平六 这个炮三平六啊 就和前面呢 始终在这里埋伏着 随时有平炮过来 进行闪击 这里一将军 黑一方中路没有党 无子可党啊 仅此退市 此时再次重炮 绝杀无减 兄妹有没有觉得 这招起非常的精彩 吸灵的 气双军 然后重炮绝杀 不知道高手朋友们 有没有想到呢 如果说你想到了 欢迎在屏幕区打个666 也是啊 对我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同时也是证明了 你的实力存在 通过前面两局的演变呢 当红方平炮过来 既守住自己的马 同时攻击黑方的七路马的时候 黑一方跳马逃马的变化 显然得不偿失 那么我们继续看他第二个 非常顽强的变化 就是我退局回来守住 接下来也是今天非常精彩的好局 这里啊 红方运用了一系列的巧妙运子技巧 同时作杀手法 也是另辟蹊径 红方依然是进炮打掉中阻 这里一将军 黑一方如果说四六进五的话 这里我们不妨啊 先提一下 如果说这样走的话 红方可以简单一点进炮打掉马 打完之后呢 你这里跟他对完局 再次G8进四走巡河 或者说G8进二 始终有平局过来 G8平四的话 占据力道线 G马炮三子足以 采取非常强烈的攻杀 同时还有称势 初帅的话 形成铁门栓杀 因为黑一方这里 始终出击速度比较慢 这里针对他空虚的左翼展开进攻 势必 红方能够稳稳的拿捏 好 那么这里啊 我们就再次演示他比较顽强的四次进五 那这个变化就走出了今天高超的运子技巧 以及作杀手法 那么这样的话 红方该如何进攻呢 G8进八 卡住向腰 依然是埋伏在这里 为杀起做准备 那么此时如果说黑一方G1平二的话 那么显然呢 再次G8平六 又会和前面走成一样的对局 他比较好的策略就是降五平四 那么这里一走完之后呢 主要目的就是防止 红方平局过来卡住 好 那么接下来 红方又该如何行骑呢 红方在这里突示妙手 直接上马踩着中炮 这里一踩完的话 黑一方有两个变化 其中啊 都是大同小异 向三进五 以及向七进五 还有品具过来吃嘛 那么我们就看他最为精彩的品具过来吃嘛 因为向三进五或者向七进五 这个变化稍微缓和一点 但是啊 依然是红方啊 稳稳的拉捏 那么这样走的话 显然既活动到马路 同时啊 要反击 红方的中炮 那么黑一方 目前来说啊 他这个反击手法非常的强烈 红方又该怎么走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再次弃局 这里一将军 黑一方到底是吃鸡 还是将四平五呢 首先我们看 如果说进将吃鸡的话 显然这里平炮 再次平炮 重炮绝杀 因为你这里始终了两个炮 中间的是无子可打 由此可见的这个杀 这个吃鸡的是得不偿失 迅速两不起落败 那么我们就看他比较精彩和顽强的 降四平五 此时这里一走完之后 红方大胆进鸡吃马 这里你敢不敢平炮打呢 因为始终红方有进炮 打向闷杀 他也迫于无奈 必须得先解杀 向其敬酒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 就看齐友们的心情了 如果说此时啊 你心情比较好的话 可以平之吃相 因为红方目前这里一走啊 黑一方始终来不及堵住 红方这个炮三进武啊 绝杀无解 那么可能有些奇偶啊 此时我就要发挥出 我强硬的吃子能力的时候呢 品质吃掉中路军 那么接下来 黑一方也只能缴歇投降了 无论黑一方接下来怎么走 红方都是进去砍中士 形成了一个平顶贯杀起 兄弟们有没有觉得 今天的这两个弃子攻杀的手法 非常的精彩绝能呢 如果说觉得不错 请点个赞 也是对我小刀的一种支持 在此非常感谢各位朋友